水能在州,亦能覆舟全球经济遭受重挫,为事情总可两面看。王sir指各国政府和央行,大动作救市的计划暗藏玄机。 美国联储局和欧洲央行,同样带头大刀阔虎减息,和推出无限量宽松货币政策,有望缓解威胁全球金融市场的债务,及信贷危机,瘫痪经济反救贫爆煲债市。 王sir表示,一个同前有两面,坏事有时也可变作好事。 全球,夺去了不少人的性命,无数公司倒闭,员工失去饭碗,瘫痪了环球经济。 不过从另一面看,原来拯救了贫林爆煲的债务市场,信贷风险及流动性危机。 事实上,市场早已出现警号,于是金融市场危机已迫在眉睫。 第一个就是王sir在本难以多次讨论,发生于去年9月的隔夜回购市场,利率突然急升至10离的事件。 当时联储局向市场注资4000亿美元,其资产负债表上升10%,由3.8万亿美元增加至4.2万亿美元。 另一个较难注意到的警号,则是美元不知不觉下10级而上。 美汇指数踏入2月后由96起步,突破99.7上次高位后曾触及99.9后短暂回落。 之后在3月下场一口气冲上103。 上周回落至98.3的水平。 全球央行齐减释防信贷危机。 面对在全球世界各地急速扩散。 对环球央行领导地位的联储局。 3月在迅速推出多项应对的货币政策。 王sir称之为晒冷组合权,原定3月中举行的议息会议之前。 联储局急不及待两度提前减息。 幅度合共一离半。 另有推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。 加上联同其他央行推行联合调期额度。 指在各国央行在美元流量方面互相帮忙。 全球央行同时减息。 包括英国、加拿大、澳洲等超过10个国家。 美国严重爆发。 确诊个案已遇10万宗。 随着美国政府上周急推。 规模庞大的2.2万亿美元救市计划。 联储局也进一步把量化宽松货币。 政策规模扩大至无限量。 王sir指。 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。 是针对本难以多次提出过的信贷风险及流动性危机。 吸取了2008年金融海啸的经验后。 各国央行的行动明显加快。 而且幅度非常大。 美推2万亿救市欧央行加大买债。 针对扩散。 美国政府推出额度非常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。 达到2.2万亿美元。 即15.6万亿港元。 规模如此庞大的计划。 更破天方地迅速得到共和。 民主两党的共识并在国会通过。 整个计划之中。 预计其中5000亿美元。 用作派发与美国民众每人1200美元。 另加600美元失业保障。 3500亿美元帮助中。 小企业度过今次的难关。 另外有500亿美元协助。 已经停顿的航空业。 合计约1万亿美元。 余下的1.2万亿美元。 则未有展明其去向和用途。 王sir指这正是政府行动所藏的玄机。 联储局今次推出应对政策的速度之快。 和福导致大有目共睹。 当国际目光聚焦美国的时候。 欧洲央行事实上也下了很多功夫。 而在月中的议息会议。 未有跟随其他央行再行减息。 而王sir也指欧洲主要利率。 已经处于负0.5厘的极低水平。 再减也于是无补。 所以, 泵水就成为了欧洲央行如下的唯一救命草。 当局在会议中宣布加大买债的额度。 合共7500亿美元。 买债的计划之中。 欧洲与美国存在极大的不同。 欧央行中涉及18个成员国的央行。 对于购买哪个国家的债券。 撥出多少资金等等项目上。 肯定存在分歧。 目前欧洲面临巨大的经济冲击。 不能否认部分国家存在着极大的违约风险。 如欧央行持有的债券出现违约情况。 这些损失该由谁承担。 正是各国央行分歧的最根本之处。 无限量买债或涉度得风险。 哪边商。 欧洲央行的买债计划却得到。 前央行行长德拉吉出口述协助。 他在金融时报赞文指非常时期应该要有非常行动。 我们要付出巨大及无可避免的经济代价。 得到德拉吉的助力。 现任行长拉加德领导下的欧央行最终也放口风。 得以跟随美国步伐。 把买债计划的规模加大致无限量。 此外,欧央行于3月中的议息会议中。 也同时作出了另一项行动,放宽银行的资本要求。 便商释放1200亿欧元资本。 万一违约情况出现,银行也有足够资本补倉。 避免发生严重的连锁效应。 自从美国推出2.2万亿美元刺激方案后。 市场也开始有声音要求欧洲国家跟进。 推出同类的救市计划。 压度方面普遍认同应达整体国内生产总值的2.2。 花旗银行更进取地址应达5.5。 不过,王sir则提出欧盟推出相关计划。 情况要比美国的复杂得多。 当中会涉及道德风险的讨论。 以及是否有为欧洲稳定条约。 股市反弹经济危机仍未化解。 尽管如此,金融市场的反应似乎已反映出。 金融危机已经得到舒缓。 包括美元指数回落至98点水平。 股市也回稳反弹。 导致急升于4000点达24%。 王sir表示,金融危机警号解除。 经济危机则仍需努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